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一個好的演員除了需要有好的演技 他還要有能力可以帶動其他演員 在合作的過程中 爆發到最大的火花 其實說到Mo姐 大家都會覺得 用專業這兩個字來形容你 是非常貼切的 應該的… 你的朋友, 很多朋友都這樣說 我們給你一些片段看看 有很多優點, 第一, 漂亮 第二, 溫柔 另外我覺得最重要是Mo姐的要求高 她作為演員, 問得很足 拍戲一定有完整劇本 她的戲的角色是怎樣 她的造型是怎樣 所以除了專業之外 今天我不說你的專業了 這個專業你一定有 而我想說就是她那種… 對於她自己那份工作的投入 那種令到她… 她的投入令到其他 跟她一起合作的人 都會給她影響大腦 這下才厲害 謝謝蛋哥 她…拍一個劇 她覺得她的對手 不夠投入去做她的男朋友 她就…她就覺得… 唉…好吧 她就每天熬湯給她喝 請她吃東西 求男生帶她去看電影 令男生真的以為她在追著她 反過來 然後令到拍拍戲的男生 就好像墮入愛河那樣 所以拍的時候 很多東西都是真情流動 又拍到最後一天的時候 最後一拍完 毛毛竟然跟她說 你醒了沒有? 那男生不知道 問我醒了沒有? 做完戲吧 那個人才如夢錯成 她又可以去到這麼投入 因為剛才志偉說的那個 我真的很想知道 到底當時那個對手是誰呢? 她當然誇張了 甚麼熬湯 其實她是多了東西的 是 就沒有那麼誇張的 不是熬湯 我只不過是覺得 她好像有點生寶 但不是男女朋友 在電影裡面 是兩夫妻來的 那兩夫妻應該是很好的 是嗎? 於是我就想想怎麼辦 因為她是她的第一部劇 當時入行的第一部劇 入行的第一部劇 入行的第一部劇 是 就是當我丈夫 是 其實這招我也用過 以前 不過沒有用得那麼積極 那次就很積極 於是就 經常會約她一起吃飯 就是拍戲的時候 就是拍劇的時候 譬如一到方吃飯 就會說 不如我們一起吃 吃飯的時候 又會恩勤一點 好像很關心她 做多一點這些 到她投入的時候 我們已經拍完了 為什麼我會這樣說呢 就是她突然告訴我 差不多拍完的時候 我最近經常有掛念你 真的嗎? 我想她的掛念 又不是愛上你 不過真的不知道為什麼 感覺來了 她覺得我一直都想栽培她 大家有這樣的感覺 感覺到了 但是我一想 咦? 下班了 怎麼搞? 現在才到 那又怕 其實那時候法仔有說過 法哥說過 拍戲最過癮就是跳出跳入 就是怎麼跳入她的角色 然後差不多做完 又怎麼抽離跳出來 這個是做藝人最難 但是又最過癮的一件事 於是我就這樣說死了不行 她應該要跳出來 不然不知道會怎麼樣 不知道會不會很煩 大家都… 到時候可能要翻臉 不太好 是不是? 明明是演戲而已 於是我就立刻 比較… 挖一點點 但是又不是翻臉 我就說 快拋完了 快點跳出來 那我就走了 是嗎? 你就是拋了一句這樣說話 你其實… 你覺不覺得好像有點玩火 你覺得很殘忍 是嗎? 其實也不是的 就是我覺得我… 就是因為我不是 所以我才會這樣 就是如果我覺得… 咦? 那也好 不如大家就嘗試開始吧 或者是繼續玩下去看看 不知道會怎樣 這些就是… 就是貪玩的心態 但是你明知道 由始至終 你都是想… 他入戲 劇好一點 令到他入戲 令到他明白入戲那種過癮 但是你要抽離的 那個就是跳出跳入 那你就要狠心一點 而且其實也不是狠心 就是應該這樣做的 為他好、為自己好也是這樣做 因為你… 他所謂可能覺得有感覺 那個人根本不是我 我無信軍 是劇裡面的角色 所以大家都要抽離 其實不是說我殘忍 我都要… 我都辛苦 我都試過很多次 當劇差不多完結的時候 我要抽離那種痛的 就是我明知道 其實明知道是演戲的 但是… 在劇裡面 愛生、愛死 突然間你要以後… 即不是說以後 但你一完結了劇 你又去另一個劇 你可能很久都不見這個人 他是一個陌生人 是吧 那你幹嘛自己在牽牆掛肚 或者是… 難道你告訴他 我真的喜歡你 或者無端端自己 大家又發展一段感情嗎 就是根本… 這個就很不專業了 如果這樣我覺得 你都說你會很投入 你是不是會… 你有沒有試過真的喜歡了 我記得那時候 我拍《水鄉危情》 就是…我想是最難的 抽離那段時間 因為我們要進去大澳拍攝 即是困著拍攝 困了…好像大家兩個星期 我又遇到很好的對手 劉青雲 很冷 我睡了一會兒 不要睡了 不要睡… 不要睡著,就到了 就到了 只要遲著一會兒,不要睡 你對我公平嗎 其實任何一個選擇 都會是不公平的 我接受了太多不公平的事 為甚麼每一次不公平都是我 坤 到了回來,我也要抽離 也是辛苦的 我很難形容給你聽 就是那種感覺是怎樣 很混合的感覺 就是…你又想著 但是你又知道 這種不是一種愛情 是因為投入的戲裡面 產生的… 副產品 是感覺 我自己也經歷了很多次 是嗎 就是那種跳出跳入的艱難和好玩 2003年4月1號 一代巨星張高榮離開了我們 原來她臨走之前 一直都很想見一件毛姐無順君 首先,我結婚之後 我們已經沒有結婚前見那麼多 因為我又疑問了一段時間 再加上我回來之後 你…你有小朋友 你經常都沒有空 有個家,你很忙 那…很多時候 我們那群朋友的聚會 我都不像以前那樣 可以去得那麼多 我們已經很少見了 但是她很有心 她經常來不及都會打電話給我 找我 那… 直到一天,她打電話給我 其實之前她打過給我 我記得有一次我逛逛街 那時候我家人 加上我爸爸媽媽不在香港住的 剛剛那段時間還回來香港 那我又要陪她們 我跟我爸爸媽媽逛逛街 突然間Lessy打電話給我 她說她想跟我聊聊天 那我說,你想什麼時候 她說現在 那我就陪我爸爸媽媽 當時我真的不行 我說現在我不行 不如我們再約 你看你什麼時候可以 那你現在在哪裡 她問我 我說我在中環那裡 中環就對了 我和你現在聊天 有些事情想和你聊見一面 我說 我現在真的不行 我真的有事 譬如… 我不知道立刻約去哪裡 什麼時候 她都說 那…再通電話吧 嗯… 其實那時候我知道 後來我知道 原來她那時候已經有事了 她很想和我立刻聊聊天 但是我不知道 我以為有時候她的人做事 過分鐘想做就做 我以為是這樣 其實終於你是沒有見過面的 有 有見過面的 那時候已經… 那時候已經有事了 這是幾早之前 然後她隔了一段時間 我不記得隔了多久 她又再去找我 那我就說 她就… 我就已經聽到 好像有人說 本來我不是太相信的 說哥哥有點不舒服 不知道… 不知道為什麼 我就跟她聯絡上來 我就立刻 她問我 可不可以我出來見面 我立刻說好了 嗯… 那次見她 我就知道大件事了 這一方面 我覺得我對她很有虧欠 這個是不是…她的…遺願 哥哥和Mo姐終於見到面 這次也是Mo姐最後一次見到哥哥 到底她和Mo姐說過什麼 其實終於你沒有見過面 有 她問我可不可以我出來見面 我馬上說好了 那次見她 我就知道大件事了 很嚴重 但是為什麼在那個過程 她沒有找過我呢 就是她用很多方法 無論她自己去尋求的 或者是有人提供給她的 是認為幫到她自己 她就沒有找我 嗯… 那… 到我看到她那時候 已經是很嚴重了 那種嚴重是… 你知道哥哥很…很辛苦 你知道她…很有問題 她慢慢問我一個問題 好笑的 最初她問我 你…你經濟…不錯吧 那我…什麼事? 我問她,她說 就是你生活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為什麼這樣問? 沒有,我問一下而已 你知道我什麼都會問的 嗯… 但是又覺得她有一點點… 她當時那次見面 她是震得很厲害的 嗯… 就是她…她不斷… 她還沒停過吃煙 她戒了煙的 嗯… 但是吃了煙 而且是很心急 看到她 不斷拿著煙 譬如我們說震 可能是這樣震 她不是這樣震 她是左右手都這樣震 這樣震 她要用腳來扎著自己這隻手 然後這隻手還在這樣震 這樣震 嗯… 當時不只是她跟我見面的 還有她的朋友在一起的 嗯… 我覺得那個氣氛不太妥當 我又不太知道究竟有什麼事 嗯… 只見到她這樣震 她突然跟我說 她說… 如果我死了 妳要跟我走基督教意識 那我… 我當時… 嗯… 不要說這些事 怎麼說這些事 那… 妳記住了 妳記得了 這樣… 那我就說 不如我和妳祈禱先 這樣… 於是我就和她祈禱 那我祈禱完後 睜大眼睛看到她 她是一直看著我 嗯… 她一直看著我 她的眼神是挺害怕的 令到我覺得 就是… 這樣看著我 然後… 那支煙還是拿著的 這樣… 也是這樣震著 她又好像不想再說 這樣… 嗯… 那… 然後… 我其實覺得 我不想周邊的人 看到她這樣 嗯… 因為那裡有很多事應 在那裡 我不想人家覺得她有事 我又不懂得怎麼應付 那我打算… 嗯… 她… 她給我的感覺 她好像沒有什麼自由 去… 選擇怎樣去… 去… 去… 去處理她的問題 但是… 是不是真的這樣 我又不敢… 斷定是這樣說 嗯… 可能她已經做了很多事 但是都失敗 所以她現在… 家人是… 叫她什麼都不要做 嗯… 可能是這樣 但是她又好像… 欠了一些東西 就是好像覺得 那我都沒有試過 有什麼方法了 或者她有方法呢 嗯… 所以… 那我們… 我們… 分開了之後 我都不安樂 於是我去… 當然沒有說那個是哥哥 我去問一些專家 嗯… 如果一個這樣的案子 是應該怎樣的 那… 那… 那個專家就告訴我 噢… 她這個是… 需要… 一組人去幫她 我們可以幫的 那麼我聽到這樣之後呢 我就打個電話 給… 她… 她的朋友 就是告訴她們 是可以… 幫助 一聽到… 發生出了事了 那一剎那你是… 不知道呢 我當時是… 空白了 就是… 我… 她就掉了下來 覺得好像不真實了 這個報道 她就馬上走來告訴我 我說… 不會真的 是否… 是否宣傳 有沒有氣相宣傳 嗯… 然後她就說 不是… 是新聞來的 這樣… 於是我就馬上打電話給她 當然那個電話 沒有人聽 然後我就再打給她 我認識她身邊的人 都沒有人聽 嗯… 立刻… 第一個感覺 第一個印象 在我腦裡 就是說… 她跟我說過 如果我死了之後 我一定要走基督教儀式 嗯… 那怎麼辦 她的… 她的… 我應該說給誰 聽… 這個是… 她的… 遺願來的 那… 那… 很不容易 我才找到她身邊的人 就說了給她聽 當時我… 我相信所有人都很難過 嗯… 也都… 本來是沒有… 就是不想再聽任何聲音 因為已經… 很難消化任何東西的了 那… 但我覺得我都… 必須要說 因為這個是… 她真的… 她跟你說的 她跟你說的 嗯… 很可惜呢 到了我去到祝福的時候 不是走基督教儀式 嗯… 不過我覺得 走什麼儀式都不重要 在當時 雖然… 我很希望哥哥的心願可以達成 但我更加希望的就是 他身邊的人 不要為這件事影響到 就是這麼難過 可以快點復元 第二天你還要上電台做 開麥克風和阿蛋 是不是你都… 好像做了一半就已經… 其實我… 那晚我沒有憤怒 就是知道了這件事 知道是真的時候 除了不斷打電話 想跟他身邊的人說清楚 哥哥曾經說過的話之外 我覺得好像很不真實 不斷想知道 在想究竟這件事是否真實 不斷在想 他現在在哪裡 說不到話 除了這件事 已經佔了我腦裡的空間 沒有其他東西 但我們根本不可能 在整個節目裡面 說這件事有多難過 說不到 所以回到去 我不記得我講了一點 我的感受之後 我都已經哭到失聲 阿蛋就跟我說 不如你回家 我就回家了 我覺得最可怕的一件事 就是哥哥畏高 我跟他一起坐飛機 他可以整隻手濕透 他坐在我旁邊 他一直牽著我的手 牽著我的手 不是愛我 牽著我的手 他很緊張 他一直牽著我的手 然後說 我不知為何 真的很怕坐飛機 我很怕的 我很畏高 我記得有一次 他很緊張 手滴了汗 他很緊張 就到了沒有 坐那麼久 很害怕 我躺著了 在旁邊 我回答他 我說哥哥別那麼緊張 我說哥哥在飛機死最好 一啪就死了 根本沒有痛 然後他還說 你是不是這麼划算 還要說這種話 真是氣死 他這麼畏高的人 竟然他選擇 他自己最害怕的事 去結束他的生命 他一定是痛苦到不得了 但其實說真的 會不會覺得很遺憾 這件事上好像… 幫不了什麼手 但終於的效果是這樣的 我對他有虧欠 那種虧欠是 我應該早點跟他傳福音 但又好像他經常關了我的門 每次我吃飯 我祈禱 一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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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告訴我 謝謝誰 謝謝我 我請你吃 他好像經常關了後門 我會想 如果我強硬一點 或者積極一點 帶他回教會 我覺得當時我跟他的交往 我經常避免 不要跟他說那麼多 一會兒他就告訴我 他就告訴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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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穌 所以我就沒有這樣做 在這件事上 這方面 我覺得我對他很有虧欠 如果我早點 能夠做了這件事 可能對他是一個很大的轉變 可能就可以過到這一關 因為其實我覺得做藝人 很不容易很艱難 有很多恐慌 其實他走得很突然 你有沒有什麼說話 其實你很想跟他說 但是你一直都沒有機會跟他說 我想說 如果真的要說的時候 我想說哥哥 如果你還沒走的話 你現在真是洪霸天下 尤其是大陸的市場開了 我想他真的不得了 他可以做很多他自己想做的事 他可以拍很多他想拍的事 我也希望他這個事 可以是一個借鏡 就是如果有病的時候 真的需要 看看有沒有各方面怎樣去醫 不要怕被人知道 因為一過了 如果走過的話 只要走過了能夠醫好的話 是另一個天地 一定是…不同的 拍一拍的導演就說髒話 停 我想很多媽媽都很羨慕我 這句話